跳水女皇郭晶晶自从嫁给霍启刚后 一直以其节俭的生活方式和亲民的形象深入人心 然而最近郭晶晶在公开场合的一系列变化 让外界开始重新定义她的形象 认为她终于活成了一位真正的豪门贵妇 郭晶晶的节俭形象 郭晶晶作为跳水界的传奇人物 多次为国争光赢得了无数荣誉 退役后她嫁给了霍启刚 成为了货家的儿媳 尽管加入了豪门 郭晶晶却始终保持着朴素的生活方式 多次被媒体派到穿着简单 甚至在地摊购买衣物 这种节俭的形象 让她赢得了公众的广泛赞誉 公开场合的华丽转变 不过 最近郭晶晶在一些公开活动中的亮相 却让人眼前一亮 她开始穿着更为考究的服装 佩戴着昂贵的珠宝 展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华丽与优雅 这种转变 让外界开始意识到 郭晶晶正在逐渐适应和展现 豪门贵府的形象 网友的热议与讨论 郭晶晶的这一变化 迅速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一些网友表示 郭晶晶终于开始享受豪门生活 这是她应得的 而另一些网友则认为 无论郭晶晶的形象如何变化 她依然是那个我们熟悉的跳水女皇 她的内在品质没有改变 媒体的关注与解读 媒体对郭晶晶的形象转变 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一些时尚媒体 对她的新形象进行了解读 认为这是郭晶晶个人品味和审美的提升 也是她逐渐融入豪门生活的表现 同时也有媒体指出 郭晶晶的变化 并不意味着她放弃了节俭的美德 而是在适当的场合展现出适当的形象 郭晶晶的个人回应 面对外界的关注和讨论 郭晶晶本人也做出了回应 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无论是朴素还是华丽的形象 都是她真实的一部分 她会继续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同时也会在适当的场合 展现出与身份相符的形象 郭晶晶的不节俭转变 实际上是她作为豪门贵妇形象的一部分 这一变化 不仅展现了她的个人品位和成长 也反映了她对不同角色的适应和把握 无论是跳水女皇 还是豪门贵妇 郭晶晶都以自己的方式 活出了精彩的人生